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SP阿塔莉亞的這個第二章的故事呢 是一個三分鐘的影片喔 在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感覺上 感覺上故事有點灰暗喔 第三章的話呢應該會有一點痛喔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來玩一下先鋒服的這個奇境太險吧 好先鋒服的奇境太險叫做速食尋寶 這個的話呢應該就是跟SP阿塔莉亞沒什麼關係喔 是這一個塔莉 喔塔莉的話在亂石之境非常不想碰到他 好那這一次的這個小獎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都是一樣喔 好像現在都是固定的 那大獎的話呢一定會有價值5000鑽喔 譬如說鑽石然後占星抽 當然最好的話應該是時光飛機喔 好那我們就玩玩看齁 這一次的這個奇境太險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是客人跟這個塔莉喔 好我們看一下喔 看看說這一次是簡單還是會困難喔 喔好久沒有這個軌道車了喔 OK我們就直接發車喔 堵住了是不是 好我們就切換一下 哇這邊已經破壞了欸 那怎麼辦 重置 那這裡怎麼辦 剛剛的對話沒有去看欸 啟動 他這個祭壇的話是可以回到過去是不是 這個樣子 場景跟之前不一樣 所以說現在的場景是這邊壞掉 然後呢你啟動這個祭壇之後呢 它可以回到古代的樣子 好OK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前進了吧 那我們就這邊發車 這個不會卡關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就多試幾次 那再來的話就是要轉這一個盤子吧 對不對 這個盤子的話怎麼轉呢 我們要轉這個軌道 在這個地方操作 OK好我們再重新來一次 好重置 然後呢再發車 撞破OK 好這樣到了下一個地點了 好然後呢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個小敵人 把這個資源給領一下 哪一個哪一個比較快啊 應該都可以吧 我上一個那個石魔就是為了要去打這個獅子 不要讓它在那邊鎖血浪費時間 其實我有SP的聲音可以用 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 簡陋的營地 OK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進吧 這個地方 它卡住我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 發車 喔 它卡住我了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走過來了 好 我又要把這個地方恢復了 喔 恢復了 怪物還跑出來了 好 我要先發車我才可以往前走 不然那個車子把我的路給堵住了 好我們來切換一下 OK 這樣子 好 然後 發車點是在這個地方 重置 好發車 OK 好這邊也過了 然後呢 來這邊領個資源 這個敵人好像可以不用打吧 但是下面這隻的話應該是要打喔 又是獅子 又是獅子 好 佐拉斯抓抓 OK 好 然後呢 嗯 這個地方很微妙啊 這邊是要穿過山洞是不是 好 那 喔 這個地方是不是 他到這裡的話呢 發車卡住了齁 所以是不是又要再回到回到現代啊 破掉了齁 OK 回到現代了 那我們必須要 嗯 過山洞 但是過山洞 他會去哪邊啊 我們就去去看吧 喔 就卡住了齁 所以這個地方是卡住的 我們要轉這個轉盤喔 好 先重置 沒有關係齁 這個都可以無限重置 所以說我們不怕失敗喔 欸 在這個地方 哇 不能切換 所以我們要回到 回到過去 啊 敵人 敵人恢復了 還是剛剛這隻我沒有打 啊 忘記了 好 我們就切換一下 喔 這樣子 然後呢 再切換成現在 然後再發車 OK 好 過來了 那我也過來了 過來之後呢 我的路被堵住了 所以我要先發車喔 管他對不對 欸 已經有人已經有人啟動了 OK 好 是誰啟動了這個機關呢 好 那 唉唷 這一個地方 這個寶箱被擋住了 所以我要啟動這個祭壇我才拿到 好 這不管他 這邊我們就隨便打一隻敵人就好了吧 好 應該不用全部清掉吧 我應該上個SP的色恩的 好 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 我們先打開來看一下齁 好 這裡 重置一下 那這個地方呢 哇 好亂喔 先來拿一個寶箱好了 OK 好 好 我們看看齁 我們的目標是要到這裡齁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先切換一下 呃 哇 已經破壞了 這裡是發車 欸 這裡也是發車 不對不對 所以我要 我要 把這個機關齁 我現在過來的話 他就直接直接撞到這邊了 所以我要先回到現在 啊 怪物會重置欸 然後切換這一個 OK 好 這樣子對了 然後再回到過去 欸 敵人就不見了 那我們發車吧 OK 喔 這個這個就這個就爆掉了齁 路就通了 好 那這邊就不管他了 OK 好 那我們過來這個地方齁 現在拿這個小寶箱 欸 拿了 好 然後這個地方 嗯 這兩邊差在哪邊呢 一個是往這邊走 但是這邊是死路 所以我們要回到過去齁 走上面 那走上面的話呢 這個路線的話 感覺上好像好像沒什麼問題耶 啊 我要去動這個機關啦齁 這個這個這個機關不能夠直直走 所以說呢 喔 我又要回到現在 然後呢 切換 這樣子齁 這是往上的齁 然後呢 再回到過去 啊不 反了 然後再再再回到現在齁 然後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發車 好 發車的話呢 是在 欸 這邊 好 沒錯齁 這邊就過了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他是下面 啊管他了齁 先給他發車一次 他會怎麼走 喔 他會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他下來之後呢 他是 他是往右 然後繞一圈 OK 好 那再來的話這邊怎麼辦呢 這邊是被破壞了 還有這邊的話呢 喔 這邊感覺上是兩個地方可以去影響 是不是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去右下方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轉這一個 轉轉這個才對 那這個的控制法在哪邊呢 切一下 喔 我們先去拿一個這個寶箱吧 這個控制的搖桿在什麼地方呢 這邊拿的 喔 這邊還有一個敵人 S P的聲 上阿 聲 太好了 你在那個主動夢境 還有那個夢魘回廊都可以用到 好 好 這邊也拿個寶箱 這邊沒有什麼事做 OK 所以說我們要想辦法動這個 可是也不一定要動這個 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堵住了 所以說這個車子他就會自動往這邊走了 所以這個地方看來就是 就是這樣切著不動了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先發聲看看喔 沒有啦 還是要轉這一個格子喔 所以不行不行不行 那 那這個這個格子是在這個地方嗎 看來也只有 對啊 這邊我都不能動啊 所以看來我就只能回到過去了 好 回到過去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 這一個吧 操作他會變什麼樣子 喔 改了齁 改了 改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夠嗎 好像還不夠是不是 再切換一次 呃 他會下來 不行不行 啊不對不對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那是對的 我們讓他不能走齁 這個這個地方 沒有沒有連起來 沒有連起來的話 車子他就不會走到這一個 他就會順著軌道這樣走過去了 好 那這邊就沒問題了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大寶箱給拿到 所以切一次就好 切一次就好了 好 欸 沾心抽 然後我們再 欸 需要回到 需要回到過去嗎 喔 先等一下齁 下面還有一個小寶箱喔 好 應該說 要到現在嗎 現在過去 好 好 我覺得應該不用切了吧 應該可以發車了 好 發車囉 欸 發車怎麼 怎麼往這邊走 啊不行不行齁 你還是要切到 看一下 欸真的耶齁 你還是要切到現在喔 因為現在的話 左下方這個地方壞掉 所以說車子就 就會往右邊走了 好這樣子 OK結束了吧 好 啟動 哎呀 礦車好好的被丟出去了 車子上長出了寶藏了 喔 祭壇被回收到古代 礦車就會回到 裝滿金銀財寶的狀態 這麼好 啊 所以 所以這個財寶也帶不回現代 因為 因為回到現代之後呢 財寶就會變成是 這個垃圾了 這讓我想到那個 那個 周星馳的那一個 就是 就是他想要把那一個 額 額 炉仙 炉仙 帶回到現在 但是不行喔 因為這樣炉仙姑娘 他會 他會變老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最後面我要抽一下 我要把這個雙頭給到 這個一星喔 好 客印一星 好沒關西齁 客印一星 哇 再來 一星 就差那麼一隻而已 欸 真的是要保底喔 一星 哇 這麼難喔 天啊 一星 幾抽了齁 總算了 這是一星這麼困難 雙頭雙頭 雙頭是很好用的這個角色 一星了齁 先升一星再說 然後克英60的話比較珍貴 我要留著 到時候先給雷姆用齁 好的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掰掰